對啊 你看我說是 為什麼直播 而且他點我的名字不是點一次 他點了三到四次 就一直講什麼林桃怎樣 不是 我只是在臉書寫了 羊怎麼會被狼趕走而已 被趕走 那事實上可以看到這個 號稱有戰利的戰狼 有沒有戰利我是打個問號 看起來是沒有 那可是就把羊趕走 那個羊就是羊寶貞 不是 我們寫這個臉書 為什麼受到迴響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講的是事實 立法院之前我們就講了 民眾黨如果在巴西沒有跟大家 在立院或副院長選舉的時候 先有互動 那一定會變成少數的 你看那個21號可主席出來講 我們好像沒有很關鍵 要變成少數了 我們不是每一次都是預言成功嗎 那我覺得為什麼我說 楊寶貞進一步的 我們今天要覺得 他絕對是臺灣民眾黨 接下來面對社會大眾 跟他整個政黨的穩定性 最大的骨牌的起點 因為薄粉很多 薄粉太多了 因為你有去看陳志涵的 下面的留言嗎 被洗的就是那種 就是被洗的很激烈 等一下差的話 沒有 那是生綠保存 你用陳志涵我會想到館長 生綠 對 因為那個 沒有 那個汗要寫汗 寫汗要跳出來 沒關係 輔哥都叫他陳志涵 對啊 因為應該以許甫為標準 對 許甫為標準 許甫為標準 那以這個夫妻為標準 台灣民眾黨就會很慘 就是基本上整個的戰狼系統 看起來是失效的嘛 到現在為止 你看為什麼大家沒有去說 陳志涵為什麼 陳志涵為什麼每次都這樣子被攻擊 那為什麼寶寶 楊寶貞 寶寶 大家都會幫他講話 因為說真的 我們上節目也都知道 其實寶貞很辛苦 我們廣告的時候 也跟他互動很好 我從來沒有跟一個民眾黨 大家講話大家可以這麼自然 其實就只是在政治立場上不同而已 對 這麼真誠這麼直接 然後你們那些人 全部在KVTV同溫層在開的時候 寶寶出來作戰 他不會害怕 本來戰就戰嘛 戰贏的時候有贏有輸的時候 這本來就是經驗值是淬煉出來的 結果蔡壁如去台中有戰功 楊寶貞在政論節目 大家有淬煉出經驗值 結果這兩個有戰功的人被趕出去 那請問接下來大家再講說 台灣民眾黨我2026要到各選區選舉 要開槍斃圖 要一些戰將 大家誰要了 大家誰要去戰了 因為有戰功的人都被打趴嘛 有戰功的人都被趕走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是包括製作單位 你很難過 我說大家 大家 就是覺得 至少他有出來 讓他覺得他有奮戰的精神 這個精神他覺得難過 然後每一個人都寫說 跟他加油 可是所有的人 他都沒已讀 這次 有些人 因為 我已經認識一個